欢迎再次来收听灿烂时光会客室 我是节目主持人管中翔 灿烂时光会客室是由灿烂时光节目 公民行动引记录资料库 以及公式新闻议题中心 PNN所联合自播的节目 在这个节目当中 我们要来跟大家深入探讨社会议题 我们在看所有社会运动的时候 我们也希望不是只有在表面上面 所看到的各式各样的现象 而是要来谈它背后的一些更根本的原因 以及背后更大的政策跟政治上面的一些问题 那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谈的主题是跟性别有关 因为在3月8号除了是台湾的一个反核运动 反核游行之外 3月8号其实也是世界的妇女节 当然这个所谓性别运动的 在台湾历史发展大部分都会从一个性别的角度 特别是从女性的角度 或者是慢慢发展到同性的部分 可是事实上我们对性别的想象 恐怕没有办法像过去传统上面这么的狭隘 因为性别可能有很多不同的类型 以及各种不同类型的这种组合 所以今天要来跟大家谈的是一个在台湾的跨性别的一个议题 那在前一阵子有一位跨性别的朋友 他要赴美出国 但是在海关上面其实就受到了非常大的刁难 那我们要来从这个事件来跟大家做更深入的分析 那今天节目当中 跟他邀请的是台湾性别不明关怀协会的理事长 吴子怡来跟我们一起联系 吴子怡你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那我其实不是理事长 是不好意思 我是协会的工作人员 OK好 大家可以叫我小子 叫你小子 对叫小子就好了 好没关系 给我们来请的称呼就是要称呼你叫小子 我想在过去我们现在有一个比较专有的名词 叫做所谓的跨性别 那但是其实在台湾一个比较通用的一个名称 或者是这个比较在一般人会所在概念就是所谓的变性 那我不晓得很多人对于都会觉得说我们生男生女 大概就是一个所谓的天注定 或者是本来在性别上面有他一种所谓的自然的 被认为是挂号所谓的自然的这种所谓的现象 那为什么会有所谓的跨性别的这样一个行为 或者是这样一种现象产生 我想这虽然我们也许可以理解 但是也许很多的观众朋友听众朋友 对这些还是有点感到觉得疑惑 或是不理解的地方 可以来告诉我们吗 这个我先做一个比喻好了 我不知道一般人都不能理解 就是你问一个同性恋 说你为什么是同性恋 你不能是喜欢异性吗 就是比较像是这样的方法 那你问我们说为什么你是跨性别 其实我们也不知道 我们就是对自己出生的性别的身体 比较不认同 因为我们就是不喜欢 不喜欢做这样的表现 像我出生是男生 我比较不喜欢做男性的打扮 大概是怎样 就是不认同你出生的性别 嗯哼 也就是说你刚刚提到说 是一种对出生的性别 其实你不认同 可是他基本上来讲 好像出生 也就变成是这样的一个 所谓的性别上面的一种分类嘛 那我不晓得在您从小过程 生长的过程当中 对台湾或者对很多人来讲 特别是想在华人世界里面 对性别的刻板印象 其实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而且非常非常这种所谓的 我觉得甚至到某种的暴力 有包括男生的玩具 跟女生的玩具是不一样 男生所喜欢的颜色 女生所喜欢的颜色 是不一样的 我不想在你这个过程当中 对你而言 会有什么样的一种 让你不舒服的地方吗 在这个社会里面的文化 这个社会里面的 这种所谓人际互动 或是这个社会里面 对性别某种分类性的 这种刻板印象的 这种所谓的文化里头 对你的生活 会产生什么样困扰吗 像那个男女大不同 或者就是男女有别 这些从小 光是从小玩具就是不一样 连婴儿时期 你没有意识都要穿什么 蓝色的衣服 或者是粉红色的衣服 这些 我觉得你把这些性别 刻板印象加注在 就是还没有自主意识的婴儿身上 我是觉得不太好的 应该让婴儿自由发展 像你怎么知道 这个女生都喜欢粉红色 这个男生都喜欢蓝色 或喜欢玩什么玩具 其实你根本不知道 你只是把一些社会的刻板印象 加注在他这个小孩身上 所以我觉得 其实不需要任何班 这个我的意思是说 就是那小孩只有选择 你不要父母 不要家族在小孩身上这些 也就是说这其实是一个 个人上面他应该可以自主去做选择 而不是在于 所谓的一个文化上面去要求 或是限制我们对某种的性别 就有一种性别上面的一种期待 回到我们今天这个主题 其实我们就要跟大家谈的主题是 这个吴雨婷他之前出国 然后被海关拦下来 然后特别是在他的护照上面 看到他的性别 可是跟他的这个 觉得跟他长相好像不太一样 所以就特别的 问了很多的话 甚至要求这个要必须看这个户籍腾本 可不可以跟我们的观众跟听众朋友 稍微解释一下这个事件 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然后他到底有什么样的一种状况呢 吴雨婷就是 他就是外表看起来是一个女性的打扮 但是因为他的声音 他的声音是比较偏 比较出比较男性的话的声音 那再来他护照上面的性别足迹是女性 那海关人员觉得 一个看起来是女生的人 可是他声音听起来像男生 可是性别足迹又是女性 可是他觉得这样就是不符合 就是女性的刻板印象 所以他就是要特别检查 甚至要掉腹级腾本这样 那当时 吴雨婷听他怎么去回应这个海关 这些让人家看起来是非常无理的要求呢 他一开始先 一开始最最第一线的海关是说 你是男生还是女生 那其实这个问题是经典问题 因为我们不管回答男生还是女生 对方都是不相信 所以他问男生其实对我们来说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他问这个问题表示他比较没有性别意识 那再来就是他要求要看护级腾本 因为说无法确认是本人 那我就觉得奇怪 因为不管我们做声音又不能变 所以怎么样都不是本人 对那我觉得比较有趣的地方是 在法律上面是可以要求看护级腾本吗 或者是说我们出国应该就顶多带个身份证 带个护照 甚至很多时候连身份证都不会带吧 那为什么还要要求大家去带这个护级腾本 不是带护级腾本 是海关人员直接调阅护级腾本 那因为护级腾本上的济市场是有很多隐私的 我们觉得这样有过分就是隐私曝光的问题 对所以基本上来讲 他自己去查护级腾本 然后让这个护级腾本里面的很多不同的事务机 或者是这个家庭的各式各样的状况 其实这海关就可以这个过程当中去 一种被看得到 那这个当然就是一种 就是特别是一种对隐私的侵犯 所以你们其实也为了这件事情 召开了一个记者会 那我记得在这个记者会的会场上面 其实实行大学的陈一倩老师 也提到了一个说法 就是辨别性别并不是一个海关的专业 他只要去辨别这个人跟这个照片之间的关系 或者是他是不是这个身份就可以了 那我不晓得为什么海关要特别 还要去辨别性别了 从你们自己的这个接触或者感觉当中 他为什么要去做这件事 我们觉得就是因为证件上有性别 那你辨别这个人 他觉得证件上是男生好了 可是你看起来是一个女生的样子 或证件上是女生 你看起来是一个男生样子 他觉得就算照片再怎么讲 他也觉得你好像不是这个本人 所以他才说你到底是男生还是女生 可是对于这个是他如果知道身体有多样性 有跨性别的存在的话 他就是其实他会知道这样问是没有意义的 在我们的所谓的身份证上面 或者是在护照上面 其实都有加注这个性别的栏位 那也许当时在加注性别的栏位 其实跟传统的婚姻制度 或是传统的对性别的这种所谓的分类的方式 其实是有很大的关系 可是我们也看得到在这个社会上面 其实有些国家或者是有些国家 已经逐渐的把 是不是已经逐渐的把这个所谓的身份证 里头的性别的栏位 或是护照里面性别栏类 重新做分类了呢 如果是像澳洲纽西兰 他们已经推出第三种性别这样的护照 就是S性别 那会推出这种S性别护照 就解决一部分了 就是要辨识护照上的性别这样的困扰 所以才推S性别 这样的话 就是它等于是性别不足迹 不管它是什么刻板印象的样子 其实都没有关系 那英国的话 其实英国有想要做 就是他们全国人民的护照 都是推不性别护照 就是把全国人民的护照 都是S性别 英国有想要做这件事情 那这样子推法我不知道 就是在当地的国家 特别是有一些国家 其实在性别意识上面 也是相当的传统的这种方法 会不会有人去反对呢 在你们自己的了解 或是在 如果你在澳洲申请S性别的护照的话 那澳洲政府就会跟你说 就是有些国家 就是他们对于性别比较传统一点 所以你拿S性别的护照 可能会没办法入境 然后他就跟你说这些国家 你可能要注意一下 他会提醒你 好心提醒你这样 所以像澳洲的例子来讲 澳洲政府其实还是非常贴心的 他也会告诉你某些国家 对这个所谓的性别的这种 所谓的分类或是认定上面 其实还是非常传统的 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 就是可以看到这些海关 或是各个不同国家 对于所谓的性别的态度 其实基本上来讲 其实是有一个很大的差别 那其实我记得你在记者会上面 也曾经举了一个例子 就是在美国旧金山要通关的经验 那在里面其实写出一个所谓的跨性别的 这样的一个栏位 那结果这个海关人员好像也对他有一些不一样的 这种所谓的对待的方式 可以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经验 跟台湾有什么不同吗 那时候当时吴怡婷就是他的那个旅行的包包上面 有贴一个全时捐的很大一个贴子 那美国的海关人员看到全时捐的 就是知道吴怡婷他本人应该是个跨性别者嘛 所以就问他说你要就是大会检查 你要给男性检查还是给女性检查 就是先询问他 所以这个其实会变成是一个特别尊重的这种做法 对对对 因为他是海关人员是主动询问的 那你自己会觉得台湾应该要怎么样去面对这样一个问题 如果是特别在海关的这个所谓的通关的部分来看的话 如果是性别 就是我们在推性别主流化 那性别主流化里面有个性别意识培力 那性别意识培力就是要告诉大家 其实有多元性别的存在 在跨性别或性别不明者这样的人这些人存在 那不是每个人都符合那个护照上性别的刻板印象的 那基于安检的要求 安全的需要盘查是必要的 但是请注意就是当事人的隐私 不要过度就是每个都要掉户籍成本 如果你想要安全的提问 我觉得这个做法我们可以再讨论 不一定一定要掉户籍成本 因为户籍成本有太多隐私了 我想这是一个很基本的 其实刚刚特别谈到的这个所谓的 所谓的一个性别意识的这样的一个培养 这样基本的培力 那在传统上面我们可以看到 虽然在台湾的一些教育的领域当中 在课程当中对于所谓的性别意识 其实也跟过去比起来 相对之下真的是进步了许多 对于所谓的在各式各样的职场上面 特别是有关于跟性别认定的这些工作 或者是在一些这种所谓的隐私的这个部分 其实我们的相关的这个特别是公务机关 它必须有更多的培训培力的这样一个过程 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待会再回过头来跟小子来继续讨论在台湾 跨性别朋友所面临到的一些处境的问题 以及在其他国家的这些所谓的一个跨性别相关的政策上面 也许是小到一个厕所或是大到一个这个所谓的一个国家的这种所谓通关过程 那他们到底是怎么做的 我们先休息一下 欢迎再次回到灿烂时光会客室 我是节目主持人管中翔 灿烂时光会客室是由灿烂时光 还有公民行动影运记录资料库公事新闻一体中心 PNN联合直播的节目 我们希望透过这个节目来让大家对于所谓的台湾的社会运动 公民行动能够有更深的理解 因为我们在主流媒体上面 我们看到的这个所谓的社会运动的报道 大部分都只是偏向在一种所谓的冲突的这个面向 很少能够让社会运动的参与者能够把他们主张 把他们意见相对之下有一个比较完整的陈述 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跟大家邀请到的是 台湾性别不明关怀协会的工作人员 吴子怡小智 小智你好 各位观众朋友好 非常谢谢你 我们再次回到了现场 其实我刚刚忘了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忘了请你来介绍一下 台湾性别不明关怀协会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呢 台湾性别不明关怀协会 性别不明这个字 最主要它是要服务跨性别或阴阳人 或其他就是性别不明的这样 这种多元性别的族群 所以我们采取一个性别不明这样的字眼 什么时候成立的 为什么会要想要成立这样一个组织 大概是在去年成立的 但是为什么要成立 当然成立后就是可以让大家看见 我觉得现身是很重要的 不然大家永远都不知道我们这个族群 所以包括现身 可是除了现身之外 我想在很多环境上面 跟制度上面 其实有更多 不只是现身他就可以解决的 他必须要去fight 或者是要去跟这个体制对抗 所以在你们这样一个协会 这个组织成立之后 最主要的工作是有哪些 想要推动什么样一个政策的改革 什么样的一个法案的这种制定吗 我们协会除了服务就是刚才讲的以上的性别不明族群外 那像公部门我们有推两个政策 第一个就是就是变更法定性别不要手术 那第二个就是推第三种性别不要足迹的染位 那回到第一点就是为什么变更法定性别不需要手术呢 因为现在规定就是要两张精神科证明 还有就是要经过手术你才可以变更法定性别 但是我们其实发现手术这一个阶段其实是很不需要的 而且其实手术也不能跟就是传统刻板印象的性别一样 我们会长得像男生或长得像女生 大部分都是因为用荷尔蒙跟装扮 所以其实手术其实真的是对我们觉得很不需要 而且手术实在是太多后遗症太多危险性了 而且它花费也不小 所以在台湾基本上来讲是让所谓的变性这件事情 就是去改变它的性别在法律上面是同意的 可是它必须有非常复杂的过程 对对对 这个过程包括手术还有哪些让大家觉得 其实这造成大家很多的困扰 还有就是刚刚讲到的两位精神科评估 那精神科评估就是看你 有没有符合性别刻板印象 然后你爸妈同不同意 其实他们后来医生也觉得认为 性别认统这件事根本没办法经由医生评估 因为性别认统这种东西是你自己的 怎么会是他人来评估呢 所以其实精神科医生都不太愿意做这种 这种精神评估的工作 就像同性恋一样 因为同性恋当然你说你同性恋就同性恋 不然找医生要帮你说开一张诊断说你是同性恋 那医生就觉得很奇怪 难道他问你说你没有发生同性性情网 有发生才是没有发生就不是 就是我们可以跟同性恋做比喻的话就是这样 对这其实让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不可思议 还要经过精神科的鉴定 我觉得我也不知道精神科到底有什么样的办法去鉴定 而且刚刚您提到的这个所谓的鉴定的标准 是符合某种社会里头对性别刻板化的某种的期待 我真的觉得是一个让人家觉得是非常匪夷所思 不可思议的事情 刚刚你提到说在协会所推动的第一个 这个会是其中的一个方向之一 是刚刚提到所谓的变更性别 这个所谓的认定是不需要手术的 那第二个是什么 你刚刚才说第三种性别栏位的这种所谓的划定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 刚刚第一个就是男女之间 就是做一个性别登记性别转换这样 可是都还在二元 那第二个的话是指第三种性别 第三个性别就是打破二元 就是我们还是有不想被传统分类的人 那我们希望有第三种性别 就是采不助记的方式 不指定不强制 这样的话好处就是说 我们有考虑到标签化的问题 所以我希望第三种性别就是不要助记 或者就是像X这样 那如果其实如果大家都选X性别的话 那我们就没有性别栏位了 所以你是说在男女之外 再加一个所谓X这种性别 这是一种 另外一种是干脆都不要有所谓性别的分类 因为要全面不要性别注记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们就想到 那我们推第三种性别采不助记的方式 如果第三种性别是不助记的话 如果很多人选 那其实也就是所谓的变相的性别不助记 这当然是一个比较勇敢的做法 或是比较一种坦然的这种做法 就是性别上面我们标示到X这个部分 可是回过头来对于很多人 他还是在一个比较某种在自己的这种恐慌 或者在这个所谓的社会的某种压力上面 去选择性别X这个部分 会不会其实对他们来讲 也会是一个尴尬或是一种困扰 就好像很多人在过去在台湾的社会当中 他虽然很想要去例如说原住民族 他很希望自己的族群或者是原住民族能够被看到 但是他又不太敢去表达他是一个原住民 甚至他连证明这件事情也都会有些疑虑的存在 我不晓得这样的一种推动 当然他对很多人愿意出来是一件绝对是一件好事 可是会不会也会造成某些人的一种他更大的不愿意 因为毕竟这个社会的压力或是文化的压力还是非常强大的 所以我们希望X性别这种不助级的性别是每个人都可以选的 只要不想被助级的人都可以选 所以包括一些妇女他们不想性别人被助级为女性 他们就可以选 所以其实每个人都可以选 所以我们把这个标签化识别化的问题减到最小 当然还是希望大家可以站出来 越多人选其实你就不用什么好怕了 就跟走上街头一样 只有你一个人走上街头你当然会怕 可是如果找大家一起走上街头那就其实就不用什么担心了 嗯 没错 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 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必须要勇敢的去表达我们自己的一些立场跟想法 因为有时候我们真的是越畏惧或是越害怕 其实反而会受到这个社会的文化的这种捆绑或是压力 其实反而其实是更大的 那在这段成立的这个期间 大概有推过哪些的这种法案 或是透过哪些的公民的行动来去表达你们的这种立场 或是去强调你们的这些诉求呢 我觉得实在是太多场了 像去年就是两公园的会议已经开过这么多场了 我们几乎只要有关性别的会议 我们都会都会参与 不管是内政部 卫福部 然后再来就是像同志大游行 我们有参与就是要让大家看见跨性别 甚至我们上半生都是裸上半生的 那还有开过很多次记者会 都是在讲跨性别的诉求 这的确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 我们也看到台湾性别不明关系协会 其实在这部分做了非常非常多的努力 那当然我们再回到一个今天所讨论的这个主题上面 我们也看到在所谓的跨性别或是被称之为性别不明的 这样一个群体它在台湾社会所面临到这种处境 在它的英文的版本当中去登列了这种很多不同的性别的栏位 除了男性女性之外 还其实包括变性双性跨性别等等 它其实有50多种选择 我不晓得在日常生活当中 也许我们在官方的法令其实是比较缓慢的 可是在日常生活当中 不管是在台湾或是国外的经验里面 这些我们日常的环境里面 有没有哪些其实是对所谓的跨性别比较友善的一些设施呢 或者是友善的一些这样的一种空间呢 基本上只要不分性别空间都是会跨性别是友善的 像无性别厕所啊或者是公园啊 只要公园没有说什么男性禁止进入 其实都是对跨性别友善的 或者像咸云车厢 像咸云车厢没有分性别吧 所以其实也是对跨性别友善的 只要不分性别的场所都是对跨性别友善 那有什么让你觉得在现在生活环境 让你是觉得其实不舒服的地方 现在比较是没有 因为最主要我的证件是女生 然后我外表看起来是女生 所以我只要有分性别的场合 比较不会遇到 可是如果今天我证件是男生 他就不一样 只要有分性别的场合都会遇到一些 比如说称位问题啊 比如说像我去银行开户 他一开始叫我小姐啊 我小姐请问你要办什么呢 然后我身份证拿出来 对不起先生 先生你要办什么 然后要这样完以后又忘记 又叫小姐又去去教 就会他就是一带先生小姐 先生小姐这样徘徊 然后我有时候在想 你到底在叫谁 这样我也搞不清楚 所以其实这也会一种 其实有时候是这种困扰 其实某某程度上面 也会觉得蛮好玩 但是这个好玩有点点悲伤吗 其实这些都还好 最麻烦的是找工作 找工作怎么说 对这会影响到人家觉得你看起来是个女生 可是证件是男生 或你看起来是男生 证件是女生 然后他会觉得 就会你连可能连面试机会都没有 觉得我不想收这种奇怪的人 嗯嗯嗯嗯 所以还是会被认为是一种刚才你说的 所谓的奇怪的人 所以在工作上面其实在你或是在朋友当中 遇到什么样实际的困扰吗 就是找工作真的会要就是我们要用女生 或者说我们要男生 当然这是违法性别工作平等法啦 可是可是他会觉得我今天要跟女生 嗯 结果真的是一个长得像女生的人过来 可是他身份真是男的 那我到底要怎么办 或者是我要收的是女生 然后可是来了一个看起来都是男的 可是他会说我这些是女生 然后什么的都会有这种问题 可是这些其实都违法性别工作平等法的 可是如果他明讲是违法 可是他可以不明讲啊 不明讲我们就没办法了 嗯嗯嗯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我们在一般所谓的 一般所谓的民众里面 其实比较难以去体会的 特别是在很多的非常细微的 这种所谓的人际互动 或是刚刚谈到不只是已经不只是人际互动 而是一种实际上面在找工作 一种所谓的生存上面 其实都会受到很大很大的困扰 那回到我们今天要谈的 刚刚谈到另外一个主题 就是所谓的厕所 我们知道在四星大学 其实已经是非常的进步 就是相对之下 他除了男性女性之外 他其实还有另外一种选择的厕所 那其实在很多的中小学 或是台湾的性别运动的经验当中 也希望在这个厕所里面 不要去分男厕女厕 而是一般的这种所谓的没有男厕 例如说没有男性的这个变斗 而是可能是一间一间的这种方式 那我不晓得在台湾其他的地方 可能还可以有哪些地方 还是可以看到这些所谓友善厕所吗 像是师大 师大我记得也有五星别厕所 还有一些像是 好像是星巴克还是摩斯的厕所 这些餐厅 这些素食店餐厅的厕所 他们其实是没有分性别的 那这些我觉得是蛮好的 还有做五星别厕所 有一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男性的椅子 因为小便斗其实大部分都没有遮起来 我觉得是要有个隔板 把男性的小便斗这样遮起来 不要让你就是去隔间的人看到 那些男生在厕所 我觉得隐私是蛮重要的 我完全同意 你这边提到所谓的一个 这种所谓的隔板 这种所谓的这个应该要遮起来 其实特别是我觉得 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就是像现在很多男车都会是 很多的女生 都去打扫 其实有时候男生在那边 我自己都觉得有点尴尬 就是说这其实是某种的隐私 或是他可能对自己的一个行为上面 他觉得他应该有比较舒服的一种环境 可是你今天这样一种开放式的话 的确是对很多人来讲 他可能会是觉得是一个比较囧 或是一个比较尴尬的这种状况 那在其他的国家 他们对于所谓的跨性别的厕所 或者说无性别的厕所 他们的推动的方式是什么呢 或者是说他们在法令上面 他们在政策上面 有没有什么是值得台湾 值得去学习的地方 好像没有 目前推性别友善厕所 就我所知就是加州 加州的中小学 还有就是英国 英国的大学 曼特斯特大学 他们是最早推无性别厕所的 其实推法也跟我们很接近 就是一开始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做 就只是把男女的厕所的标签 先改掉 改成无性别厕所 一开始他们只这样做 然后后来才考虑到就是硬体设施 然后注重男性如厕的隐私 这些都是可以慢慢来的 不过我自己在 我知道在泰国的中小学里面 他其实是有三种选择的 一种所谓的男性女性 另外是所谓的跨性 或者所谓其他 对 那像泰国这种的 这种我觉得比较有识别化 标签化的问题 因为他不是无性别厕所 他是针对跨性别 或者就是第三性的这样的厕所 可是这样的设计我觉得是比较不好的 怎么说呢 就是标签化 OK 我们不想 特别再去标示出另外一种性别 我在看记者会的画面里面 其实你在最后有提出几个诉求 我们觉得 就是人别确认 性别不是唯一的识别因素 就是你确定 是不是日本人 其实跟性别 当然是有点关系 但是就是有 跟性别足迹不一样的人 所以 当然你要询问是可以的 可是请记得 不要就是过度 他人隐私 我们诉求其实就是这样而已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过程里面 其实有很多的 在文化上面 或是在法律制度上面 其实必须要花更多的时间 我们必须要去克服 甚至是一种学习 这也不是一种单纯的 一种个人的 或是一种个人的问题 它是一个整个社会上面 它都必须面临到 我们去重新去思考 性别的这种分类 或是对待不同性取向 或是不同性别的这种 像真的人的一种 记得了太多 我想节目的最后 有没有什么样的一种 什么样的一种想法 想要再跟观众分享 或者是希望我们社会大众 怎么样去看待 或是跟这些 一般被归类在所谓的 跨性别 或是不性别不明的 这样一群朋友的互动 怎么去一些 或者在政策上面 我们怎么去处理 或者怎么样去解决这些问题 一般我就是接受一些 主办单位的演讲 然后他们其实很想知道 我们要怎么帮助跨性别 其实你们只要知道 有跨性别的存在 这样其实认识多元性别的存在 其实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性别就会进步 谢谢你们 好 非常谢谢子怡来今天 接受我们的访问 我们希望下次有机会 很多再继续的跟子怡来 询问请教一些问题 非常谢谢你 我们下个礼拜在空中 跟大家再相会 谢谢大家 谢谢 我的爱会给你个拥抱 抬起头 感受生命的温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